MG 車款 我現在看的是AMG車款 它的馬力相當大 甚至還有到400、500匹的 所以如果你買入像這樣 一頭猛獸的話 我相信你會需要一位教練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 主要在大崩灣這個賽車場來做 這個賽車場主要是 我們台灣目前唯一一個合法的賽車場 它有3.5公里 周邊的設施做得非常的好 不管這個維修區、坪啦 其他的地方設施做得很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來做這個活動 我們最主要就是利用一個很安全 很合標準的這個標準的賽車場 裡面讓所有的AMG的車主 能夠體驗他們的個人的愛車的性能 我們從這邊出發不算圈 不算圈 接下來經過起跑點AMG的招牌以後 才開始算第一圈 我們在這間 我們今天要透過就是讓他們跟著我們的路線走 我們一個一個帶領他們 接著呢我們會帶著學員坐在我們的車上 然後我們去跟他講的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同時下場的時候 我們有學員的車在下面跑 然後我們教練也在跑 然後我們教練會在學員的車子後面開 然後我們帶著學員看前面的學員的錯誤動作 跟正確動作怎麼講怎麼做 那相對之下就很容易可以比較出來 所以比較能夠讓學員能夠有比較好的一個畫面 然後再讓我帶你們去 他們通常最常的問題會問的是 入彎的時候要怎麼入彎啊 那為什麼我轉彎往裡面進去啊 那當然最常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在轉彎的時候彎道中發生的狀況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搶救我 我該怎麼樣補救我 我該怎麼樣脫離這些危險 大概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多重要是在彎道裡面發生的問題 很遠的東西被放那些做動作的時候改進來 可以一種感覺 那三度 要慢走嗎 稍微急一點點 那你就要說稍微一點點 請 今天的課程非常多樣化 包含了整個單圈 急煞等等 而且它不只把理論套用在實物上面 當你覺得這兩個都還不能了解的時候 其實你還可以坐上教練駕駛的車 你就可以深刻了解到 一般的道路駕駛跟賽車 它到底差在哪裡 其實在賽車場上 它的煞車是要非常大力的去點下去的 所以這個觀念呢 其實跟一般的道路觀念非常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剛開始開這個賽道的時候 其實是會非常害怕 事實上之前就認識阿三哥 但是沒有真正下賽道去跟他請教問題 對 那就是這次是有個機會 大家可能會坐他的車 然後再去記錄他的賽道軌跡 我覺得他們的觀念非常的一道見邪 不浪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話 可能在一些觀念上面 可以有一些獲得 我覺得確實蠻好的 因為現在的車子走向性能 那他其實他為了這幾款性能車觀 感覺出他們總公司的努力了 車主其實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一般的車主他不可能去接觸到這種活動 那他們在這方面其實辦得不錯 那這次是經銷商自己 去主動爭取來辦的 那這個其實是已經不容易的事情了 要來賽道做體驗不容易 但是如果一有機會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豐富的操駕經驗 是你在道路駕駛上的最佳安全後盾 我是益塵 我們下次見 掰掰